世人只知老虎的屁股摸不懂 却不知 大黑的屁股也同样摸不懂 正思索间 无敌于事的火焰突然一铲 一只巨大的狗爪自火焰中破空而出 带起一阵惊天热浪 向着西影卫横吹而去 西影卫的瞳孔剧烈一座 露出难以窒息的神色 动作却是一点不慢 脚步一抬 直接出现在了另外一点 狗爪没有减速 一路横扫 又是十几名建盟成员被瞬间清理 他们甚至都没能反应过来就化为了气体 是怎么可能 西影卫看着火焰之下的大黑 脸上难掩震撼 一种面对大恐怖的感觉涌上心头 让他头皮发麻 神道斩雷剑 西影卫抬手之间 雷霆之光大放 一重重毁灭大道环绕 引得苍穹之中雷声轰鸣 他举剑指天 神剑有灵 听吴照炼 大道无形 以雷显化 轰隆隆 混沌之上 一道神雷刺破云响 笔直地射入神道斩雷剑中 这是混沌神雷 刹内间 毁灭性的气息近乎达到顶峰 这一剑 雷霆大道环绕 周围流动的电流 都足以让天道进的大门不敢轻易靠近 这一剑 是以盟主留在上面的一丝大道气息为一 已经非常接近于大道至尊的一剑 能死在此剑之下 你这条狗也足以载入混沌史册 西影卫自说自画 眼眸都被雷霆气息染成了湛蓝之色 他紧握长剑 身躯化为长虹 向着大黑直刺而出 此时的大黑根本就没管身后 而是狗爪抬起 每次落下都会收割剑盟那些人的生命 如同拍苍蝇一般 狗大爷小心 玉帝等人一同高呼 纷纷用法宝将狗大爷的屁股骨子 试图挡下着致命一击 试的一声 雷霆之光一闪而逝 轻易破开重重防御 转瞬间就来到了大黑的身后 给我死 西影卫狂的尖叫 所有仇恨都在此刻一同爆发 这一剑就是他的宣泄口 这条狗太风骚 太欠揍了 西影卫死死盯着大黑的屁股 将所有怨念都集中在剑尖之上 我要刺穿你的皮裤衩 刺穿你的灵魂 哈哈哈哈 谁知下一刻就听咯蹦一声 神道斩雷剑就好似玻璃撞在了墙壁之上 一寸寸的快速碎裂 直到最后 西影卫手中只剩下一个剑柄 全场顿时变得压去无声 大黑转过狗头 看着茫然无措的西影卫大叫一声 但捅老子屁股 我去你大爷了 还不等西影卫回过神来 一记狗爪就拍了过去 结结实实地抽在他的脸颊之上 将他整张脸都抽得血肉膜 直直地倒飞出去 不过 还不等身子落地 西影卫便在半空中一阵抽搐 随后身子腾空而起 一路向着远处顿头 太恐怖了 此狗的屁股居然把盟主的斩雷剑都给崩坏了 简直是骇人听闻 恐怖如斯 这是一条无敌的秃毛狗 我剑猛怎么会招惹到如此变态的身体 好 我得跑 西影卫被吓得肝胆剧烈 屁滚尿流 恨不得多伸一双腿来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这条狗将是他一生的噩梦 然而就在他向着天空亡命奔逃之时 头顶之上 一只狗爪如遮天之盖垂落而下 向着他镇压而来 不 饶了我吧 西影卫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 整个身体都被狗爪从空中向着地面急速压下 毫无反抗之力 在坠落的过程中 他血脉膨胀 激发出自己最后的潜力 隐约间 他看到远处一道红色的身影 那身影跑得飞快 让他一阵羡慕 咦 不对 这身影好生熟悉啊 妈的 是左使那个家伙 难怪我总觉得自己少了一份战力 原来他一直都在四季逃跑 这一刻 他突然扶置心灵 总算是明白了 为何每次任务都只有左使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西影卫目自欲裂 发出人生中最后一声咆哮 他妈的 真是个心机表啊 轰隆隆 狗爪镇压而下 大地随之塌险 西影卫的生命本源都被彻底碾碎 巨大的狗爪虚影横立于天地之间 威武壮观 君君道人站在大黑的身后 凝望着他的背影 从未有一颗像紫刻一般 感觉一条狗的背影是这般尾巴 狗大爷还是你狗大爷 一点都没变 可惜少了狗毛随风武动的风采 少了一点点感觉 多谢狗大爷的救命之恩 狗大爷威武 秦仲山等人当即一阵马屁排出 非常顺嘴 大黑高冷地摆了白手 无必客气 谢盟的人 我自然是见一个杀一个 秦仲山则是看着远处开狗的 那个琢氏跑得可真快 狗到经验丰富 又让他给跑了 呵呵 就凭他 大黑撇了撇狗子 若不是我有意放他走 他能跑得了 我不过是看他怂得很像一位老远 陪他玩而已 再说我还有其他的算计 君君道人好奇道 狗大爷放他走 莫非还有着什么声音 呵呵 大黑的狗脸上露出一丝坏笑 他每次出动 都把队友卖得彻彻底 几次三番 你觉得借谋谋主会怎么想 云老眼眸一亮当即开口 此人万不可留 玉帝也是连连点头 没错没错 借刀杀人 好计谋啊 大黑翻了个白眼笔道 好计谋个屁 就他一个渣渣 值得我动脑筋去借刀杀人吗 众人顿感一阵汗眼 左使好歹也是天道进的大脑 而且实力远超一般的天道强者 在大黑的口中却成了渣渣 那自己又算什么 岂不是渣渣都不如 小了 你们格局小了 大黑晃动着狗头开口道 左使肯定会想着将功赎罪 给他们盟主一个交代 而他唯一能拿得出手了 就只有生灵拳了 我操 大意了 众人沉思片刻 红石道抽一口凉气 细思极恐 细思极恐啊 借盟盟主既然想要生灵拳 左使又处于无路可退的情况之下 他只能将身上的生灵拳献给盟主 就算他知道这个生灵拳中掺杂了水的 也只能硬着头皮这么做 而一旦他将生灵拳给了盟主 那借盟盟主岂不是要喝尿 妈呀 想想都觉得刺激 不愧是狗大爷 不仅实力强大 就连算计都是一等一的 众人顿时心服口服 由衷道 相比于狗大爷的格局 我们真是小巫见大巫啊 大黑狗嘴上扬 享受着众人的吹捧 我大黑虽然懒 但只要敢惹我 我就机智的一批 走吧 我得赶紧回去 把柯柯书献给主人 时神当即附和道 对对对 我也得赶紧把那柄剑 带给高人 绿帝等人面路羡慕地看着时神 能够自由前往高人的住处 这是何等的荣耀 更何况 时神还能得到高人的教导 实力已然是不可估量 司徒明日开口道 我们就不去了 不能贸然打扰高人 这一波沾了狗大爷的光 已经收获很大了 再跟着去高人府邸 就显得贪得无厌了 众人自然得好好把握 这其中的分寸 画面一转来到天宫 众多天兵天将 看着杨俭收回目光 当即凑过来好奇道 二郎真君 战况如何了 玉帝他们没事吧 二郎神看了众人一眼 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就是长着三只眼的妙用 你们羡慕去吧 他笑着道 这还用问吗 有狗大爷在 当然是我的一匹 你们是没看到 狗大爷那一转下去 简直是惊天地气鬼神 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让我给你们详细讲讲 与此同时 大黑和石神已经回到了四合院 李念凡正带着打几颗火缝 在后院摘水里 主人 大黑信冲冲地跑过去 嘴里还拖着一棵树 主人你看 我给你带回了什么 呦 还带宝贝回来了 李念凡笑了笑 目光落在大黑带回来的树上 顿时眼前一亮 是是 可可豆树 他连忙仔细地端向起来 越看眼睛越亮 可以啊大黑 你可真是个找树小能手 连可可豆树都能找到 了不起 值得表扬 可可豆虽然不是水果 但它可以用来制作巧克力 那可是超级零食 大黑这条狗还真是没白养 冷不丁就给我带来一些惊喜 不错不错 事不宜迟 我得赶紧种下 李念凡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当即开始挑选种地的场所 等到把树种好 他又马不停蹄地去杂物间 将催熟剂给取了过来 然后滴在树上 转眼间 原本没有一个果实的可可豆树 居然一下就长满了枝头 石神在一旁目睹着整个过程 心中百味杂成 想想在秘境中时 这棵树上也就挂着 寥寥无几的几颗豆子 他们还打破了脑袋去想 顿时就感觉自己像个小丑一样 这可可豆的品质真不足 李念凡笑着对达己说道 小达己 有了这个 我很快就可以给你们 做一样新的零食了 那可比糖果好吃多了 达己和火锋温柔道 谢谢公子 随手摘了一些可可豆 李念凡等人便回到内院 石神将黑色长剑取出 恭敬道 圣君大人 这是小神侥幸从一处秘境中所过 其内蕴含着剑道传承 给我的吗 李念凡愣了一下 忍不住摇头道 这东西我也没什么用了 我又没法修炼 他看着石神 眼眸中露出一丝恍然 应该是他和大黑一同进入秘境 那个可可豆树和这柄长剑 就是他们在秘境中获取 想来也就是个普通的小秘境 至于可可豆树和这个长剑 应该也算不上什么太好的东西 毕竟大黑的底细李念凡是了解的 一只小狗腰而已 至于石神 听名字就知道了 不擅长打斗 不过这毕竟是他们的一番心意 就暂且收下好了 而且这长剑中既然有着传承 对于一般人而言 那肯定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贝 自己以后若是遇到何也有的 做个顺水人情也是极好 李念凡瞬间就理清了来龙去脉 笑着道 也罢 既然带来了 那我就先收下了 多谢 石神顿时满足地笑了 圣君大人不嫌弃就好 李念凡突然道 对了 最近神域动静不小 是不是有着什么大事发生 前几天逆境星辰砸落大地 造成了巨大的震动 刚才又有着金色的火光冲天 不为壮观 高人果然心中有数 石神并不觉得意外 点了点头沉重了 听说整个混沌将会迎来一场浩劫 什么 浩劫 李念凡被吓了一跳 这一听就感觉不妙 自己这脆弱的小身板能扛得住吗 他迅速估算了一下自己身边的护身符和人外 这才稍稍安定了一些 不管了 反正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 只希望到那时 不要有强者躲起来不出手做好 大黑听到这话 当即就身子一准 扭着屁股直奔后院而去 来到后院的水潭边 他二话不说直接跳了进去 随后一把掐住金龙的脖子 捂着泡泡滴吼道 耸龙 不准狗了 你他妈也该出山了 冷静 你先冷静 金龙就正道 我这不是狗 是在闭关 等我无敌了就出山 无敌你妹 大黑指着金龙的鼻子骂了 刚刚主人的话你听到没有 就差直接点你名字了 你心里没点低数吗 大黑气愤道 你看我都被人给欺负成啥了 身上的毛都被撸光了 你还想狗 我不答应 快说 你到底出不出山 出 我出 金龙也听到了李念凡的话 自然是不敢捂你 我这就出去做事 红一时间 依旧是那颗红色星辰之上 左使一路马不停蹄 甚至不惜通过吐血 来提高自己的速度 直到跑到这里 这才敢长出一口气 他有点想哭 多次的劫后余生 让他在下破胆的同时 更加明白了生命的可归 活着真好 那条狗太可怕了 他背后的主人 恐怕更是可怕到了极点 比他们为敌 简直就是找死 他是真的不想干 只想打打将勇 不过他也明白 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为有一个严峻的问题 正等着自己 该如何向盟主交代 左使一步一驱地行走 在星辰之上 来到殿门之前 内心惶恐不安 怎么不进来啊 大殿内传出低沉的声音 左使身躯微微一颤 忐忑地迈步踏入其中 他不敢抬头 不过却隐隐有所感觉 这大殿之内 除了盟主之外 似乎还有另外一人 一盟主的眼眸顿时一尘 怎么又是你一个人回来 其他人呢 左使硬着头皮颤声道 其他人 还 还灭了 什么 盟主虽然有些准备 但还是被震惊到了 他眯起眼睛看着左使 眼中寒芒闪烁 这是第几波了 每次都是损失惨重 然后只剩左使一人逃了回来 不知不觉间 戒盟的高端战力 已经快被他给带到 濒临灭绝了 左使惶恐 心头一横开口道 盟主 在秘境中 我们又遇到了那条 图毛狗 不过我也并非一无所谓 我给您带回了生灵拳 盟主的眼眸顿时一亮 是吗 快拿出来 左使抬手一挥 立马拿出一个玉瓶 只不过双手却在微微颤抖 因为他自己心里清楚 这瓶子里装的 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但是现在 他没得选 盟主抬手一招 那玉瓶便飞到他的面前 不过生灵拳清澈无瑕 这瓶子里的怎么这么黄呢 左使文言抿了名嘴 强行压下心中的不安开口道 为盟主 秘境之中有一坛生灵拳 表面浮有一层金色 属下觉得这是黄金盛面 便专门将其尽数收集 原来如此 你做得很好 盟主点了点头 接着引出一股生灵拳 飘浮在自己面前 随后一张嘴便吞了下去 左使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顿时大脑一片空门 信仰崩塌 不会吧 无敌的盟主 居然喝尿了 盟主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一把年纪了 净会晚节不保 左使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顿时大脑一片空门 不会吧 我无敌的盟主 居然喝尿了 巴唧巴唧 盟主仔细地砸巴了一下嘴巴 闭上眼睛感受着生灵拳的美妙 接着他又看向左使开口道 你不必如此紧张 能够活着将生灵拳带火 已经很不容易了 算你大功一件 足可以将功赎罪 谢谢盟主 左使颤抖地开口 小心肝扑扑直跳 这可是盟主啊 一个无比久远的存在 然而刚刚亲眼看着盟主喝尿 关键还是自己带回来的 他能不紧张吗 刚刚那一瞬他甚至想死 对不起盟主 让你喝尿不是我的本 我这也是为了自保 左使连忙使出浑身解数 稳住自己的道心 恭喜盟主得到了生灵拳 你距离彻底解放又进了一步 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 盟主身后缓缓走出一道高大的声音 左使忍不住抬眼看去 这一眼让他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那是一个有着吃金色皮肤的声音 带着天生的主宰气息 让人不敢与之对抗 盟主开口道 这位是古之一族的古裕大人 古之一族 左使心头猛的一跳 瞳孔中露出极度的诧异 上次他才从盟主的口中得知古之一族的存在 也知道他们将会给混沌中带来大解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这么快就见到了这个种族 而且 似乎还与盟主相识 对了 盟主说当年他侥幸存活 并且还活吞了四名大道至尊 难道其中藏有什么猫腻 他不敢多想 连忙进卫道 见过古裕大人 盟主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 坦然的笑道 你猜得不错 我之所以能够存活 全都因为我是被古之一族选中的人 大道至尊 那是何等至高的存在 足以在混沌中横行无际 成为至强霸主 就算是身影 周身依旧会有着大道气息环绕 身姿不朽 道运不散 绝不是一般人所能亵渡的 他之所以能够存活 并且吞下四名至尊 便是因为其答应成为古之一族的走狗 盟主微微一笑 洋洋得意道 混沌生灵不过是古之一族的口粮 而我便是被大人们选上 负责养殖口粮的荣誉管理者 古裕也是冷冰冰的开口 混沌中的这些食物 不但没有身为食物的自觉性 还总是想着反抗我们 管理者的存在便是为了扼杀这群人 其实他心里清楚 之所以选出管理者 更是因为古之一族对混沌生灵的忌惮 此时他们才意识到 人族虽然天生弱性 但似乎蕴含着足以抗衡古之一族的潜力 因此他们才会选出管理者 搅乱混沌到头 最好能将混沌中即将诞生的强者灭杀 不能让任何天才崛起 古裕顿了顿接着问道 新型口粮制作的如何了 大人请看 盟主显然是早有准备 抬手一挥 大殿之内的一道能户便黄缓打开 旗内有着两道铁锁 锁着一道人影 虽然身子还是人形 不过很多细节却又与人大相径庭 他的眼睛没有眼白 瞳孔为苍蓝色 脸上时不时还有着灵片若隐若现 凶悍的气息不断一散 盟主开口道 此人虽然只是混元大罗惊仙 但却与黑炎神龙相合 这是人族与妖族融合的最为完美的一 大人可以尝尝 好 看起来不错 古裕舔了舔舌头 抬手按在那人的额头之上 下一刻 那人的身躯便泛起光滑 无尽的法力奔腾而出 向着古裕汇聚而去 古裕闭着眼睛 一副细细品尝的模样 不住的点头 确实别有一番滋味 抓紧实验尽力 争取尽快量产 盟主立誓恭敬道 大人放心 属下一定竭尽所谋 亲眼目睹了一切的左使 此时内心恐慌不已 连呼吸都平住了 极力地降低着自己的存在感 所有人都猜测 盟主之所以会进行这个实验 是想着创造出一种绝世功 可以吞容世间一切 从而成就大榜 谁知现在才明白 他也只不过是为了给古之一族 创造新型口男而已 古裕看着静若寒蝉的左使 不以为然的好笑道 你不必害怕 只要你帮盟主用心做事 我就不会吃你 接着他又看向盟主笑着道 你此举有功 我自然不会亏待于你 这里有一根嗜血灵木 算是给你的奖励 说罢他抬手一挥 一根血红色的木头 便落在了盟主面前 盟主大喜过望 连忙道 多谢大人 这次不但喝到了生灵犬 还获得了嗜血灵木 就只差养神草了 他吞食了四名大道之尊 看似实力暴涨 但却无法全部消化 而且后遗症也越来越明显 一旦动用力量便会遭到反噬 因此 他是能不出手就不出手 甚至连走动都比较少 就是为了压制自己体内的力量 而只要再收集到养神草 那么他就能将后遗症彻底化解 到时候不仅伤势痊愈 就连实力都会更进一步 古裕微微一笑开口道 除了这嗜血灵木 我还可以告诉你养神草的消息 盟主一听顿时更加激动 连忙道 还请大人明示 古裕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寒芒 冷冷的 就在混沌东部的边缘地带 而守护养神草呢 就是当年八大部族的余孽 当初混沌大姐 对抗整个古之一族的自然 不仅仅只有九大至尊 还有其他无数势力 而最为强大的便是八大部族 虽然最终九大至尊陨落 但是八大部族却有着余孽残存 并且就守在混沌海的边缘 提防着古之一族 古裕过来时恰好与之交过手 还吃了不小的亏 自然是记恨在心 大人放心 属下这就派人 一定能将其铲除 盟主立马表态 随后对着左使开口道 你即刻去将南北尹卫全都召回 再多带一些人手 做好准备去铲除八大部族的余孽 属下遵命 等等 古裕喊住左使开口道 还有一件事情 我之所以会大费周章地赶来混沌 是因为族长感应到了 当年那个女人的气息波动 找到她 彻底灭制 时间如水 世界中 这里灵气如红 仙机遍地 但却小得出奇 就面积而言 甚至不如当年洪荒的1% 与其说是一方世界 不如说是一方宗门 此时 一名身穿浅灰色长袍的老者 正站在屋顶之上 摇看着远处的混沌苍穹 眼眸中透着一丝忧虑 却听嗖的一声 一名少年欲见而来 周身法力浩大 锐气净显 爷爷 天空有什么好看的 老者笑了笑开口道 我们这里的天空与其他地方可不同 其他世界的天空可以看到星辰 而我们这里 看到的却是一个个奇异的漩涡 那代表的便是混沌海 你要记住 混沌海内运有大劫 是我们永生永世都必须要镇压的场所 少年敷衍地点了点头 知道知道 这话我是从小听到大的 知道就好 老者看向少年 溺爱地摇了摇头 内心却是悠悠一叹 前不久他已经与跨海而来的古之一族交过手了 既然有人能够跨越混沌海 那说明距离古灾只怕是不远了 如今的混沌 没有当初九大至尊那般精彩艳艳的人物 可如何抵等了 却在这时 老者的眼某某地眯起 全身气息呼啸而出 形成一柄破仓之剑 似乎能斩灭一切 轰隆隆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众多强者冲天而起 磅礴的气息充斥在这方世界之中 他们的目标同时指向一个方向 如灵大敌 伴随着空间一阵扭曲 一道道身影随之浮现 古于高大的身躯走在最前端 副手而立 犹如天神降临 傲然道 交出养神草 并沉服于我 可以饶你们一条性命 是古之一族的人 干掉他们 老者根本没有废物 直接抬手斩出一记天道之剑 刹那间 天地黯然失色 剑气形成一股可怕的规则之力 所过之处 就连混沌都似乎被劈成了两半 真是个老顽固 我们只是想要磕草而已 非要找死 杀光这里的所有 古于冰冷的开口 随后一掌挥出 向着老者镇压而去 轰隆隆 这片世界的大地瞬间开裂 余波锁过 紧接湮灭 就连这方小世界的规则 也被直接震死 到了毁灭的边缘 接着又是三夕时间 伴随着一个恐怖的 威压惊天而起 这方小世界直接炸裂 一道身影从爆炸中 被丢了出去 正是那位少年 他速度极快 周身有着法则之力包裹 在他身后 不断回荡着老者的声音 去神域 那里蕴含着无尽的机缘 说不定会有一线生机 难以为注意到少年 手中拿的正是养神草 当即便追了出去 别想跑 把草给我留下 不过还没等他追出了度 一道剑芒便直接斩在他的面前 老者手持长剑 傲立于虚空之上 与此同时 古玉也带着北颖卫 从废墟中缓缓走出 呵呵 一个人就想挡住我们三个 老者面无表情 我曾追随九大至尊共伐大子 杀入混沌海 今日再战 自当有进无退 下一秒 他手中长剑轻鸣 法力与剑道交织 化为无边大则 瞬间便将对面三人通通淹没 俗话说 食食物者为俊杰 有些人看似很狗 实则是真的狗 老者手中长剑轻鸣 法力与剑道交织 化为无边大则 瞬间便将对面三人通通淹没 爷爷 少年的身子急速而去 回头焦急的那儿 泪水滑落脸颊 他眼眸涣散 思绪飘飞 在他的心中 爷爷无所不能 足以掌援生念 但爷爷依旧会跟他说 茫茫混沌 生死不过是一阵云烟 再无敌的人也会有消失的一天 你自己的天 终归需要你自己去撑起 他眼眸一泥擦干泪水 加快了逃离步伐 神域真的会有生机吗 片刻之后 一道身影踏步而出 就好似混沌中的一道闪电 此人正是男隐位 他哈哈大笑 周身法则环绕 向着少年的方向追击而出 诸位 我向来以速度见证 草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去去救回 话音落下 他已然是化为一道流光消失于混沌之中 左使抬眼看着他离开的方向 不由地摇了摇头 他现在对神域有着阴影 也不知道这位同事还能不能回来 同一时间 东海之兵 一名身披白袍的老者 正带着两名小丫头踏了 这老者气息不鲜 身子还有点勾龙 存在感极低 很容易就会让人忽略 而那两个小丫头则是龙儿和男男 他们正开心地跟着老头 向着落仙山脉而去 在他们手上 还各自拎着一根麻绳 绳上穿着一头头海腰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海鲜 龙儿眨了眨眼 看着老者好奇道 老祖 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吗 傻孩子 当然不是了 行走江湖 谁还不得多准备几张脸了 老者露出慈祥的笑容 接着道 你可一定要把我说的话记在心里 毫命之术第一 分身之术第二 变化之术第三 这三样术法万万不能落下 其他的法术都是浮云 只能逞一时之快 无法长久 龙儿却是开口道 我就感觉不是 一点也不威武 老者摇了摇头语重心肠道 别整那些花里胡哨了 安全才是第一位 龙儿撇了撇嘴 老祖 我们正在外面降妖除魔呢 为什么要拉着我们回哥哥那里 老者开口道 你是不是傻 多少人做梦都想着能跟高人喝茶 你们明明可以待在高人身边 却非要出来降妖除魔 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南南忍不住插嘴道 可是爷爷 从哥哥那里我们已经收获很多了 短时间内也消化不了 降妖除魔还能锻炼自己 对了 你白嫖哥哥的机缘是不对的 南南盯着老者质问道 人家蜜蜂可以采蜜 奶牛可以产奶 你呢 你有奶吗 你能下蛋吗 老龙愣了一下 随后义正言辞道 你们小孩子目光就是短情 我常年闭关还不是为了积蓄力量 争取让自己有更多的作用 如你们这般迫不及待的出山 看似在帮高人 但解决的不过都是一些小猫 根本不足以为高人分忧 南南愣了一下 将信将疑 真是这样吗 呵呵 就说最近 戒蒙和古之一族的大姐 你们能帮上忙吗 我为什么出山 就是因为看到了高人的烦恼 这才出来寻找你们 老龙顿了顿继续道 还有 你说想要除魔是为了消化所得 其实完全可以在高人那里健身了 效果还更好 我看你们分明就是贪婪 玩物丧志 你们太让高人失望了 老龙的话顿时让龙儿和南南羞愧难道 惭愧地低下了头 南南小声问道 哥哥真的很烦恼吗 老龙忍不住长叹一声 哎 不说别的 大黑身上的毛都愁得掉光了 啊 不会吧 龙儿和南南忍不住惊呼出声 眼中有着泪水打转 两人紧握拳头 我们要努力修炼 早日变强 一定帮哥哥把所有的坏人都打倒 这才像话 老龙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小孩子就是好呼吁 他当然不会告诉他们 之所以让他们抓紧修炼 是希望他们能够早点撑起一片天 大黑让他出山 打破了他的狗声 不过 机智的他很快就有了其他打算 狗道有云 大树底下好成凉 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 只要让自己身边的人都变紧 那么自己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的狗着 却在这时 两道流光从极远处击射而来 转瞬间就从混沌进入了天外天 难以为的眼眸微微眯起 在后方悠闲地追击 小子 逃不掉的 不想死的话就乖乖把草交出来 少年紧了紧手中的养神层 嘴里鲜血喷哑 他能感受到 这个保护了自己一路的护照 已经到了消散的边缘 就在这时 却发现前方的海面之上 居然出现了人影 他心中一急 赶紧高声提醒 老人家 赶紧带着小孩离开这里 我身后就是借盟的人 很危险 听闻此言 喃喃的眼睛顿时大亮 跃跃欲示道 老爷爷 后面那个就是借盟的人爱 赶紧杀了给哥哥分忧 龙儿也是期待道 老祖 该是你出手的时候了 老龙则是露出沉思之色 他正在心中衡量 力求稳健 方圆万里都没有其他埋伏 后方也没有什么力量波动 大概率是孤身一人 我若出手 有37种秒杀方案 9成5的把握能做到完美 不过还是在等等吧 看看能不能再提高一点宝 这时却听男影卫冷冽的爆喝声传出 站住 给我草 老龙的脸色瞬间一沉 借盟之人果然猖狂 简直是臭不要脸 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如此肆无忌惮 一个男人口吐脏话 地图强迫一名少男行不滚之士 我身边还有两个孩子呢 怎能容此无言碎语 他当即不再犹豫 猛地抬手一挥 脚下的海面顿时炸起无数水珠 向着少年窜射而出 这些水珠一一声辉 速度跨越极限 几乎不存在闪躲的可能 瞬间就出现在男影卫的面前 男影卫正投入在追击当中 只感觉眼前一花 那些水珠便毫无征兆地射入他的体内 直接将他的身体击穿 男影卫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就直挺挺地从空中掉落而下 死得无比干脆 这就死了 那少年顿时傻了 他目光呆滞地降落而下 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那名一路追击自己的天道进大门 就这么被一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老者轻松秒杀了 卧虎藏龙 果然如爷爷所说 神域中卧虎藏龙 存在无尽的机缘 劫后余生的激动让他全身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哎呦 你手上这棵草不错呀 高人的后院里正好没有 老龙的话让少年全身一震 连忙恭敬的行礼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这棵草名为养神草 还请前辈不要嫌弃 他又不蠢 自然能听出老龙的言外之意 因此毫不犹豫的就将养神草献了出去 不错 如此可笑 老龙点了点头 抬手就将养神草收下并交给了龙儿 接着又看向远处男影卫的尸体笑着道 居然是一只混沌黑羽雀 这下好了 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地上长的 全都齐了 带给高人就更上档次了 嘿嘿 送货上门真是贴心 哥哥一定会喜欢的 龙儿和南南立马跑过去将混沌黑羽雀给串了起来 眼看老者准备离开 那少年终于忍不住直接跪在了老者面前 晚辈江流 恨请前辈收我为徒 老龙想都不想直接摇头 我不收徒 江流不死心道 前辈 古之一族已现 混沌将乱 晚辈也想尽自己的一尊力量 老龙依旧摇头 自顾自地对着龙儿说道 走吧 咱们赶紧回高人身边 高人 江流已然听到老龙提过好几次高人了 忍不住心神震动 这老者的修为只怕要在自己爷爷之上 那他嘴里的高人得是何等存在 再看到龙儿和男男手里串成一串的大腰 更是呼吸急促 这难道都是给高人打了野味 就连那只混沌黑羽鹊都难破其中 可见对这位高人的恭敬程度 他一咬牙 当即迈步跟了上去 不过就在四人离开后的片刻 那只混沌黑羽鹊落下的地方 一根羽毛闪烁着光芒 其上还附着一丝元神 还好保命是我的强项 拥有涅槃的能力 否则就真的死了 难以为后怕不赢 想到刚刚的攻击 依旧是心有余悸 出手之人已然触摸到了大道的边缘 只怕是不弱于盟主啊 此地不宜久留 话没说完他就突然感到一阵不醒 他眼望去顿时吓了一跳 天空之上 不知何时竟站着一名女子 就在他猛逼之时 那女子已然抬手 一阵火光飘过 将地上的黑雨统统燃烧 紧接着又来一名男子 在这里劈下树道神雷 并仔细地转悠了一番 再确保没有疏漏以后 这才转身离去 老龙的这波言传身教 可谓是非常道理 但龙儿和嫩嫩都看上了 江流也是震惊的一批 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受到了冲击 这位老者做事确实稳健 但未免也太狗了吧 却听老龙语重心肠道 此等强者实在是太过可怕 就连我都差点着了他的道 你们可千万要好好修炼 也省得我亲自出手 老祖都一百年纪了 属实有点危险 江流忍不住看了老龙椅 心中暗自胆开 如果自己爷爷能像老龙一样 或者早点认识老龙 学个一招办事的 说不定就不用死了 他默默跟着老龙 一直跟到洛仙山脉 老龙这才停下脚步开口道 高人不喜欢打扰 你不能再跟着了 也不可随意上山 还是赶紧哪来的回哪去吧 说吧 他便自顾自地带着龙儿和嫩嫩 向山上走去 江流看着老龙的背影 却是无比恭敬地深深鞠了一躬 他心里清楚 老龙看似无心 但其实却是在提醒他 让他知道高人的存在 还带着他来到高人的山下 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情分 爷爷 神域的机缘我找到了 我一定要得到高人的认可 帮您报仇 江流深吸一口气 静静地盘膝坐下 俗话说 饭后一杯酒 能火九十九 还剧时刻 怎么能少得了葡萄梅酒夜光杯 老龙带着龙儿和嫩嫩登上洛仙山脉 来到四合院门口 你们自己去敲门吧 我要继续回家狗人了 说吧 他身子直接化为金光消散 又可以见到哥哥了 好开心啊 喃喃动动跳跳地上前敲门 哥哥 我跟龙儿回来了 来了来了 李念凡的声音从四合院内传出 接着只爱一声便打开了大门 他见到龙儿和喃喃顿时就笑了 哈哈 你们两个小丫头还知道回来啊 在外面玩得怎么样 想腰除魔 流便四海 可好玩了 龙儿卖力地将身后那一串大腰被拖了过来 哥哥你看 哎呦 这么多 李念凡吃惊地看着排在自己面前的众多大腰 有很多他连剑都没见 不得不说 人类对特殊奇异的生物都会有想吃的冲动 尤其是大型生物 眼看这么多的食物 李念凡确实是挺馋的 待在四合院虽然岁月静好 但是伙食着实有些单调 还是龙儿和喃喃贴心 直接给自己带回来了这么多 真是两个好孩子 李念凡顿时露出了老父亲般的微笑 来来来 慢点 别损坏了肉质 他当即开口 并开始呼喷唤 大黑 小白 都过来大把手 好在四合院拓宽了很多 否则还真不一定能放下这些大腰 有海鲜 居然还有一只大乌鸡 看着羽毛 肉质绝对美味 这时 南南也拿出养神草笑着道 哥哥 你再看看我这个 呦 这个草食 薄荷 李念凡顿时就被吸引了注意 他从南南手里接过养神草 放在鼻前轻轻一闻 一股专属于薄荷的香味顿时冲入鼻腔 让大脑都为之一阵 还真是薄荷 你们可以啊 又给我的后院添砖加瓦了 李念凡乐了 空旷的后院真是越来越充实了 龙儿和南南则是将目光落在一旁的大黑身上 顿时小脸一皱心疼道 大黑 你居然真的吐了 好可怜啊 大黑无所谓的 吐了就吐了吧 你们快看 我这个皮裤衩帅不帅 众人一阵无语 纷纷扭头忙活起来 李念凡开口道 难得这么多食材 快说 你们想吃什么 今天我给你们准备一份大餐 真的吗 所有人顿时就馋了起来 高人做的饭实在是太让人期待了 刺身 我想吃刺身 哥哥 我想吃乌鸡炖蘑菇 好久没吃到哥哥做的美味了 好好好 都有都有 李念凡的心情不错 对着食神道 食神 你的厨艺虽然进步很大 不过还没有做过大餐 今天就好好做上几道硬菜 让大家尝尝 食神立马如起袖子 准备大干一场 圣君大人放心 小神一定竭尽所能 在场有着小白和食神两位大厨 人手肯定是足的 就算做个满汉全席 也是绰绰有的 准备吃大餐了 龙儿等人也是兴致勃勃地帮忙打着下手 很快 四合院中就有着炊烟鸟鸟升起 时不时还有香味浮现 与此同时 洛仙山脚下 跟四合院的热闹结案相反 这里孤独的盘膝坐着一个人影 江流遥望山上 眼眸中带着坚定女前程 她在此地思索良久 对于老龙口中的高人是越发敬畏 能够让那等强者心甘情愿地称呼高人 并且由衷地敬佩 那这位高人只怕是难以想象 爷爷说过 修道之路 心要成 念要定 我不能上门去打扰高人 那我就在这山脚柱下 终归是有机会的 说吧 她眼眸中流露出一丝坚定 提着长剑缓缓地走到一棵树下 还手挥砍而出 她准备砍些木头 做一个小木屋 只听喷的一声 江流顿时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反正之力 让她的手都一阵酥麻 这也就算了 关键是面前的数据 然连一点皮都没剥 是怎么可能 江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自己虽然受伤 但是修为还有一些 怎么可能连一棵树都砍不动 她眉头一皱 不信邪的咬牙再度挥击而出 砰砰砰 落千山脚下顿时就多了一位 不断用剑砍树的亮灾 随着时间推移 天色也逐渐暗淡 此时的四合院里 众人吃饱喝足 脸上都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龙儿和男男已经躺下了 用手抚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开口的 好饱啊 好久都没有这么满足的感觉了 自从离开四合院以后 他们除了会吃一些灵果外 根本咽不下其他的东西 这次总算是能饱餐一顿 舒坦 这时 却见李念凡微微一笑开口道 饭后一杯酒 能活九十九 正好让你们尝尝我最新研制的葡萄酒 俗话说 饭后一杯酒 能活九十九 李念凡微微一笑开口道 正好让你们尝尝我最新研制的葡萄酒 龙儿当即眼前一亮期待道 哥哥 这种酒我可以喝吗 李念凡笑着道 小孩子也是可以喝一点点的 不过不宜贪杯哦 小白 去把我沉中的葡萄加酿取来 再把夜光杯给我们摆上 遵命 我亲爱的主人 小白当即领命 不多时 一个小型的酒坛就被小白给搬了出来 接着又取出如美玉一般的夜光杯 一一摆在众人面前 此时天色已经有些昏暗 夜光杯正如其名 其上环绕着一层圣洁的光圈 显得美艳无双 咕咕咕咕 紫色的葡萄酒泛着明亮的光泽 从酒坛中到处 让人忍不住想要沉醉其中 夜光杯虽然不大 但是看着杯中的美酒 就好似看到了整片星空 月色下 李念凡笑着举杯 葡萄美酒夜光杯 果然美丽而又惬意 来 大家干杯 干杯 龙儿迫不及待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小脸顿时变得红瀑泼的 一滴滴美酒流淌全身 使得他体内的法力都随之躁动 不知不觉间就开始高速运转 冯大罗惊先后期一举跨越了巨大的瓶颈 直接到达转上 修威已经赶上了龙儿 此时葡萄酒流入四肢 迅速被其吞噬 修威同样迈入了准胜 时神则是细细地品味着美酒的滋味 感悟着酒中的美食之道 他这段时间在四合院积累了太多太多 境界更是如同坐火箭一般 直接从准胜前期达到了准胜中期 秦曼云和司徒庆体内的积累 也如同火药一般直接爆开 一举迈入了准胜巅 打几和火凤则是小脸聪红 体内的瓶颈已经变得蠢蠢欲动 天道境实在是太难太难 此时终于能够触碰到瓶颈 希望就在眼前了 明明只是葡萄酒 但是一杯下肚 众人却都生出了一点醉影 他们晃了晃手中的夜光杯 又看了看那酒坛 心中惊叹 高人实在是太伟大 酿造的每一种酒都功效逆舔 不仅帮我们激发钱呢 还助我们突破瓶颈 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 楠楠则是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无比期待到 哥哥 我还想要再喝一杯 可以吗 都说了不可贪杯的 李念凡顿了顿又笑得到 不过今天高兴 多喝一点也无妨 耶 哥哥最好了 龙儿和楠楠顿时欢呼起来 月亮高悬 星光璀璨 此情此景当真是让人不由的沉醉 忍不住多喝了几杯 到最后 龙儿和楠楠的小脸已经红红一片 眼睛都睁不开了 司徒庆和秦曼云则是战力步 用手撑头 完全就是月下美人的模样 时神勉强起身 对着李念凡拱手道 圣君大人 天色已晚 小神就先告辞了 李念凡忍不住提醒道 注意安全 酒后驾云要小心啊 圣君大人放心 时神拍了拍胸扶 随后便歪歪扭扭地向着山下走去 李念凡则是看着院中的狼藉 忍不住摇头笑着道 这两个小酒鬼 酒量不行还爱喝酒 不过今天晚上肯定能睡得很香嘛 倒也是好事 画面一转 洛仙山脚下 此时的江流依旧在吭吃吭吃地用剑砍树 经过一天的努力 那棵树终于是破开了一点皮 被砍出了一道口子 就在这时 远处却传来一阵哼唱声 抬眼看去 就见一位浑身酒气的胖子正哼着小曲 晃晃悠悠地下山 江流顿时心中一惊 从山上下来的 时神也看到了他 微醺的眼睛上下打凉了一番 忍不住笑着道 小子 你砍树的样子很像吴刚啊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份月亮上的工作 江流则是直接双膝跪地 前程当 晚辈江流 听闻此山之上蕴含机缘 特地在此等候高人 诚心想要拜高人为师 恳请前辈以见 来这里拜师 时神摇了摇头 顿时被他逗乐 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啊 不说被高人收吐 就是能够跟在他身边学个一心半点 那都是不可想象的造化 并且只有一种方法 江流的眼睛陡然一亮 什么方法 走狗屎运呗 时神语气笃定 我不过是跟在高人身边的一个小厨子而已 但你知道我刚刚在高人那里喝的是什么酒吗 江流摇了摇头 混沌灵果制成的绝世鲜酿 仅此一杯就足以引起整个混沌的血雨腥风 时神醉意朦胧 大张着嘴巴 快来 我给你闻闻 江流脸色古怪 本能的微微后退了紧 他感觉时神在说醉话 脑子有些不清醒 嘿嘿 时神无所谓的一笑 脚下声云开始向天宫飞去 不过飞了一半 他又转身随口道 看在你像无钢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忠告 如果真的遇到高人 可千万别像刚刚那样给人下跪 高人不喜欢这个 切记 切记 俗话说 大金链子小手表 一天三顿小烧烤 一日 又是一顿丰盛的早餐 突然连续两顿吃得太好 顿时就感觉有些撑了 因此 李念凡兴致一起当即决定 走 我们去踏青吧 龙儿和南南顿时精神一阵 好夜 出去玩了 在他们的认知中 踏青和出去玩是话等号的 李念凡无奈地笑道 别好了 收拾一下 中午我们再搞个野外小烧烤 很快众人便收拾完毕 一同走出了四合院的大门 此时天色尚早 昨夜刚刚下过一场春雨 整个世界都好似被洗礼了一般 众人并没有走远 就行走在落仙山脉之间 踩着松软的泥土 耳边伴有虫鸣鸟叫之声 让人的心都不由地变得平静起来 就在这时 李念凡的目光突然一定 看向前方不远处的一棵大树 那棵树上 一只小鸟正叼起树上的一只虫子 将其吞入腹中 司徒竟忍不住笑着道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这只鸟算是走在了其他鸟儿的前头 真的是这样吗 李念凡眼神微微一闪 笑着看向其他人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庆姐姐说得对 一步领先 步步领先 修道之路也是同样如此 龙儿和南南不假思索的开口 你们啊 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面 可有想过对于虫子而言 这代表着什么吗 李念凡的话耐人寻味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可早起的虫儿却被鸟吃 再比如 我们现在就把这只鸟儿打下来做成烤串 那这只鸟的早起还是好事吗 众人闻言都是疑乱 顿时被气点醒 因为自己处于强势地位 所以本能的就站在了鸟儿的一方 从而忽略了弱小的虫子 秦曼云心念急转 暗自思量 高人这是在告诉我们 凡事都有两面性 是非对错也要分对象与时机 司徒庆则是大脑一片空白 惊叹不已 高人就是高人 每每随意的一句话都能发人深信 使人受益匪浅 打几颗火凤也是相互对视义 明明是相同的机遇 但猎物与猎人的深算互换 所蕴含的意义便完全不同 高人这是在借助鸟儿和虫子的故事 来变相提点我们关于古之一族的事情 人类就好比这个虫子 而古之一族则如同这只小鸟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李念凡甚至都没有放在心上 但是却深深地应刻在众人心中 随便转悠了一会儿 众人便在一处小戏旁落脚 坐在石块之上 就整起了露天烧烤 李念凡对肉食感到有些腻 这一顿专注于吃着素食 他左手拿着一串细兰花 右手拿着一串韭菜 一边吃还一边看着周围的风景 却在这时 他微微一愣 目光落在了山下一个身影上 忍不住惊讶到 幽呼 那里居然有一位靓仔在砍树 哎呀 是他 龙儿抬头一看开口道 昨天我们见他被人追杀 还救了他一命呢 后来他就跟着我们来到这里 想不到居然还没走啊 南南也是开口道 他的家人好像全都没了 这是在砍树泄愤吗 原来是这样啊 李念凡看着那道身影刺有所想 等吃完了我们下去看看 虽说这里是公共地盘 但是山下突然来了这么一个人 自己怎么也得过去了解一下 好让心里有底 不多时 众人便吃饱喝足 收拾好东西 一同慢悠悠地向着山下走去 砰砰砰 森林中清脆的伐木声不断响起 那道人影也是越来越清晰 等到走近以后 李念凡却是忍不住摇了摇头 果断地将此人定义为一个大菜机 此人砍树显然是砍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也才砍掉了巴掌大小的一个缺口 而且形状极不规整 弱 太弱了 连砍伐的方位都做不到一致 拿剑的姿势也不对 这得砍到猴年马月啊 江流听到脚步声 砍伐的动作微微一顿 扭头看去顿时大脑风靡 龙儿和楠楠他自然是认识的 而其他人也一看就知道不凡 这群人中 又隐隐以中间那位少年为首 就算不是高人 也一定是跟高人有关的人 他连忙放下长剑快步上情 恭敬地行了一个大礼 晚辈江流 拜见各位前辈 李念凡上下打量了一番 笑着点头道 你好 我叫李念凡 不知阁下为何在这里砍树 江流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 直接开口道 为前辈的话 晚辈此行其实是想要拜师学义 只是苦于没有门路 这才想着在山下搭建一个木屋住下 希望能被高人看上 男人乱乱没想到 自己只是想拜师学义 谁知高人竟直接赐予至尊传承 江流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 直接开口道 为前辈的话 晚辈此行是想要拜师学义 听闻此言 李念凡的眼眸中顿时露出一丝了开 从砍树就可以看出 这人绝对是个战武渣没错 昨天正好被龙儿和南南救下 因此知道了这山中有的仙人 便想着拜师学义 甚至还想长住山脚 李念凡好奇道 你在这里砍了多久 江流回答道 从昨天下午开始 一直砍到现在 李念凡继续问道 砍下几棵了 江流指着刚才那棵树小声道 这是第一棵 我操 原来它不只是个菜鸡 还是菜鸡中的小垃圾 李念凡顿时赶到一阵无语 砍了那么久 才砍下这么一步 大概是受伤了比较虚吧 不过他求到的诚心和毅力确实不低 但李念凡还是摇了摇头开口的 你走吧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这里是不会有人收你为徒的 江流的身躯微微一颤 呼通一声双膝跪地 江头深深地埋在土里 晚辈的族人都被外敌所杀 本来我信得狗活 不该再抢求什么 但是外敌猖狱 晚辈真的很想继承族人遗址 杀外敌 护佑一方平安 李念凡看着他眉头微微皱起 这人不过是个菜鸡 想来他的敌人也不会强大到哪去 要不让小打几随便丢下一些旨意 不过他脑中却是灵光一闪 突然想到了时辰送给自己的那柄长剑 刚好拿来送给他好了 李念凡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感觉自己的逼格顿时就上来了 以前的电视剧中 看着那些高人随手给人指点一二 感到逼格满满 现在自己终于也体会到了这种装逼的快感 确实令人舒畅 哎 也罢 他忍不住长叹一声 语气中透着沧桑与感慨 相见即是缘分 虽然没人会收你为徒 但我这里恰好有遗物 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便赠予你好了 说罢他将长剑取出 随手递了过去 江流顿时一惊 感受到长剑上一散而出的气息 让他全身的汗毛都不由地竖起 大道 这长剑中蕴含着大道剑影 这是至尊传承 江流头皮发麻 大脑直接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他出身世家 眼界自然很高 一眼就看出了这常见的部分 自己只是想着败事而已 然而对方一出手 就给了自己一个大道至尊的传承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个世界这么梦幻的吗 爷爷 我感觉心态都有些不稳了 但这真的不能怪我 江流畏畏缩缩的颤声道 你真的愿意给我吗 李念凡确实好笑道 放心吧 不过是个小玩意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黑和石神带回来的东西 能是什么高端玩意儿吗 这传承能让人修炼成心 估计也就平天了 谢谢 谢谢前辈 江流雨无伦次的开口 嘴唇不住的啵嗦 太恐怖了 大道至尊的传承 居然被说成是小玩意儿 难怪连昨天那位老龙 都要对高人百般讨好 这已然是非人了 然而却听李念凡继续道 好好练剑 我再送你一首诗吧 既然是装逼 那自然是要将装逼进行到底 小打几 摸摸 打几乖巧的 好的公子 李念凡酿一番 这才缓缓落比 会逼人来不自由 龙香凤柱时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克 一剑双寒十四周 轰隆隆 整片天地在这一刻 似乎都受到了冲击 空间虚幻 万物贵府 众人一同平住了呼吸 瞪大着眼睛死死冰着 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从李念凡落比的那一刻起 江流就呆住了 他好似看到了一笔剑 还未露出锋芒 便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剑气 本来他以为 这世界上不会有 比常见还要珍贵的东西 然而很明显 他大错特错 这首剑道之师 真是太壮观了 一首诗便是一个至尊传承 此等人物着实是惊天伟地 难以想象 江流再度跪地 把头用力地磕向地面 发出咚咚的声响 恨不得当场磕死自己 他大声地哽咽道 谢谢前辈 大恩无以为报 晚辈愿当牛作猛 万死不辞 求高人收我为奴 李念凡连忙道 赶紧起来 你不必如此 能感恩成这样 这家伙看来 也是个性情中人 他看了看那棵树 突然笑着道 要不这样吧 等你能砍栋树了 就每天帮我砍些茶火好了 江流语气坚定 激动道 好好好 请前辈放心 晚辈一定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能砍栋此树 少年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只是想败事学义 谁知高人竟直接赐予至尊传承 落仙山脉 岁月静好 山脚处 一名亮仔手持长剑 立于一棵树前 如同雕塑一般 这才抬手 一剑砍向面前的大树 砰的一声入目三分 这一剑 已然比他以前砍一天一夜 还要身上许多 在他的身侧 还放置着一张字帖 随风摇曳 画面一转来到四合院里 秦曼云穿着一身白色长裙 纤细地双手扶着木槿 秦英伴随着微风吹起他的裙 风华绝带 家人如画 在秦曼云的身边 司徒尽手持毛笔 正在专心置之的凌柔 如今的他 已经开始临摹一些完整的自己了 不知不觉间 他的身上竟然散发出一股书卷气息 另一边 打几和火凤正在修炼着瑜伽 将完美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光是看上去就感到柔软无比 李念凡却是坐在一个亭子里 面前还放着一杯茶 正在静静地发呆 小白则是站在他的身边 如同最优秀的服务员一般 随时听后拆遣 做菜的是食神 他手持锅铲正在卖力地炒菜 不仅一点都不觉得累 脸上还挂着幸福的笑容 能够为高人做饭 这是一种认可 更是一种荣幸 好无聊啊 李念凡突然从发呆中惊喜 由衷地发出一声感慨 这里一切都好 但是真的无趣 娱乐项目实在太少太少 他不与人打斗 也没有多大追求 现在人生圆满就更加无所事事了 若是放在前世 刷刷抖音水水评论 随随便便一天也就过去了 再想想自己 已经可以做到长生不老 但若是一直这么无聊 以后无尽的岁月可怎么过来 如果修仙世界也有着网络 想来一定会非常精彩 来个修仙抖音或者直播 我估计刷上十万年都不会嫌惨 可惜了 李念凡虽然只是说出了三个字 却是让院子里的所有人都是动作一致 尤为上心 小白非常贴心地问道 亲爱的主人 您是否有什么烦恼 是有一点 感觉有些无聊 娱乐活动太少太少 李念凡直接吐槽 时辰连忙道 圣君大人 您是想勾兰听许吗 我这就让天宫众人准备舞蹈 一众嫦娥随时可以登台表演 李念凡摆了白手骨脑道 那不一样 太单调了 如果有张报纸也好 我每天还能一边喝茶一边看报 这一刻 他觉得看新闻联播都是香的 时辰微微一愣 报纸乃是何物 李念凡解释道 就是一种记录事件的东西 可以把每天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大事给记录下来 这样我即便坐在家中 却依旧能知道天下的很多事情 时辰恍然当即道 这不就是奏章吗 皇帝和玉帝都会批阅的奏章 李念凡点了点头 你这么一说 确实也可以这么理解 不过我就是纯粹看着我 打发一下时间 时辰则是笑着道 圣君大人 这个好办 我去天宫说一声 以后每天给您带份报纸过来 李念凡顿时笑了 哈哈哈哈 如此甚好 记得最好多记录一些有趣的事情 与此同时 四合院的后院里面 男男手中拿着一把铁锹正在竹槽 龙儿则是手持木瓢摇水浇灌 两人都非常认真 这同样也是一种修炼 自从上次从老龙那里听说 便一心想着修炼 尽快提升实力 好为哥哥排忧解慢 龙儿来到水潭边挑水 对着正在晒太阳的老龟问道 老龟 我家老祖真的走了吗 老龟缓缓睁眼 最后懒洋洋的点了点头 龙儿顿时就笑了 嘿嘿 看来他是真的出伤了 还是狗大也有办法 他若是一直这么狗 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男男也是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 就是 得多让他出去帮哥哥做事才行 红一时间 混沌之中 一队人马正直奔一个方向而去 领头的正是老龙 身后则是跟着天宫众人 大家俱视面色正重 似乎在感应着什么 这时 却听杨检突然开口 到了 就是这里 君君到人点了点头 手腕一翻 掌心之上顿时出现一道令牌 正是上次秘境中的那位老者赐予他们的 想让他们去寻找领主 令牌一惊放出 顿时散发出阴晕之光 显得尤为活跃 众人眉头不由的一众 这令牌既然有着反应 那就说明肯定是感应到了什么 然而放眼望去 众人跟着令牌的感应来到混沌深处 然而放眼望去 却连毛都没有发现 米娃开口道 这里肯定有着其他东西 只是寻常手段发现不了吧 应该是结界 君君到人点了点头 当年洪荒落魄 为了不被其他世界的人轻易发现 也曾设过结界 只不过 这个结界显然比洪荒还要高明许多 明明知道就在眼前 但是却偏偏连一丝都感应不到 众人不由的将目光落在了老龙身上 在场无疑就属他的修为最高 老龙感受到众人的目光也不说话 只是微微一笑随手掐了一个法掘 接着他的手就开始慢慢滑动 画出一个木门形状 然后轻轻一拉 门居然真的开了 玉帝等人由衷道 不愧是常年狗在高人身边的狗神 果然令 老龙当即开口 既然对方设下这个结界 显然是不想被外人所知 所以这次进入的人不宜太多 我觉得选出两人进去即可 玉帝思索片刻您重道 前辈说得不错 除了您之外 我们得再选出一人 老龙一听顿时不乐意 除了我是什么意思 女娲笑着道 前辈别闹 您肯定是要去的 杨检也是点头附和 前辈修为高深 狗这实在是太趣才了 狗大爷交代过 必须得让您一马当先 老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哎 什么世道啊 一点都不知道尊老爱幼 这时却听君君道人开口了 里面情况未知 恐怕蕴含着危机 这里属我与老龙的修为最高 就由我们两个进去 你们在外面守着应对突发情况 众人当然没有意见 老龙虽然无奈 但还是跟着君君道人 一同踏入结界之中 里面的空气与外界完全不同 肉眼可见的 居然蕴含着一丝红色气肉 而且被杀戮与死亡气息所笼罩 处处都透着不晓 老龙看向一个方向 语气民纵道 这里有一股很强大的气息 若是发现我们 只怕会有麻烦 君君道人点了点头 确实让人有一种 很不安的感觉 哎 我真是太难了 刚出山就直接奋战到了情限 老龙悲愤地感慨 接着对君君道人交代 千万不要离开我三丈之外 说不定会遭人感知 话音刚落 他就抬手掐了一个法权 一阵轻风扶来 吹在他与君君道人的身上 将他们的气息完全收敛 随后两人便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这个世界并不大 他们很快就来到一处山脉之中 那里建造着一座又一座的大殿 通体漆黑 散发着阴森的气息 却在这时 老龙和君君道人的脸色同视一变 身子瞬间闪到一处墙壁后面 紧接着就看见六道身影从一侧的宫殿中走出 这六道身影排成两排 前面三人面容僵硬 没有一丝表情 一股股湿气从他们身上一散而出 而后面三道身影虽然同样面无表情 但眼神中却有着光芒浮现 显然是活人 并操纵着前面的三具尸体 不管是人还是尸体 居然都达到了惊心的修为 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消失 君君道人眼中顿时流露出奇异之光 这是操纵尸体的法门 能够让令牌产生反应 难不成领主的尸体就在这里 那岂不是说 他同样也被别人操纵 老龙抿了名嘴 我累得乖乖 如果真是操纵了大到至尊的尸体 那肯定非常恐 他们看着那个宫殿 身形一闪变前了进去 刚巧再度撞到了一群感世人 正排着队前往宫殿身处 老龙的眼神微微一闪不断出手 悄无声息地就将队伍最后两人给撸了过来 抬手间就将他们灰飞烟密 快快快 伪装起来 老龙一边说 一边已经化形成了那名修士的模样 君君盗人则是皱着眉头有些抗拒 你不会是想让我变成僵尸吧 废话 这还用问吗 不要抗拒 我来帮你施展我的独门变形之术 肯定不会被人发现 说罢他就抬手对着君君盗人一指 君君盗人立马变成了那个僵尸的模样 两人连忙跟了上去 悄无声息地站在队伍的最后 这个队伍是向着地底进发的 随着前行 阴森的感觉越发浓郁起来 周围没有一丝光亮 也不知通向何方 大概走了一个时辰左右 陛下却是陡然传出一声吼叫 与野兽的叫声不同 这个完全就是厉鬼的似乎 老龙和君君盗人相互对视一眼 心中对这个叫声的主人 都涌起了浓郁的忌惮之心 这是一种对危机的感知 两人跟着队伍又走了半个时辰 终于到达地底 他们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大型身影 他全身漆黑 看起来像个巨大的猿猴 一股狮王的威压浩荡而出 充斥着整片空间 同时君君盗人不由的浑身一颤 心底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他就看到 队伍最前面那人将控制的尸体送出 落在了狮王面前 狮王嘴巴一张 一口就将那尸体吞下 然后是第二个 第三个 君君盗人顿时慌的一品 原来这些僵尸是拿来献祭的 你嘛 我就知道变成僵尸不靠物 男人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辛苦演化的僵尸 竟是狮王的美食 君君盗人顿时傻的 盯着老龙不断眨眼 怎么办 怎么办 淡定 演员的修养懂不懂 老龙面色平静 说不定轮到你的时候 刚好狮王就吃饱了 恰在此时 他们前面的最后一位僵尸 也是蹦荡了一下 自己主动跳入狮王的嘴中 狮王满意的点了点头 随后冰冷的目光 看向君君盗人所画的僵尸 同时还勾了勾手 你嘛 吃那么多还没饱 君君盗人僵硬的看向老龙 不是吧 你这条狗龙 为了保全自己真要牺牲我吗 老龙面色平静 一脸无辜 狮王等的有些不耐烦 张嘴就是吼的一声 旁边那位老者也是走过来 冲着老龙毒液道 怎么回事 赶紧把你的小僵尸投喂出去 君君盗人看着老龙不禁反退 自己也开始一点点向后面退去 老者眉头一皱 搞什么呢 把这个僵尸给我拿下 君君盗人显然不会束手就擒 他二话不说就开始向外跑去 那老者冷笑两声 第一时间就追了出去 老龙的眼神微微一闪当即跟上 眼看后面没人追来 直接抬手对着前方的老者一指 眼眸中充斥着茫然 静止从空中坠下 君君盗人则是来到老龙身边准备跑路 赶紧他 你当先锋带我打出去 还有机会 打个屁 表演继续 老龙非常淡定 抬手对着那老者一指 将他变成了小僵尸的模样 随后又将君君盗人变成了老者模样 紧接着提起小僵尸就折返回去 这一切都在极快的速度中完成 不好意思 这僵尸莫名的pass 刚刚有些失控了 老龙表面明淡风轻 大大方方的跟众人打了声招 接着他随意的抬手 在小僵尸目资欲裂的挣扎下 将其投入了失望的嘴中 其他人打量了老龙和君君盗人一眼 随后便收回了目光 并没感觉出多大的异常 君君盗人顿时被老龙的这一系列操作给惊呆了 暗地里给了他一个崇拜的眼神 老龙随意的摆摆手崇禄不惊 心中暗道 大惊小怪 狗盗博大惊身 刚刚那不过是个小场面 只需要0.01秒我就有28种方法破织 此时他们才开始打量起周围的一切 这里应该是个山洞 中间还有一个大坑养着那头狮王 他身上气息流转 居然有着混元大罗金线的气势 而最让老龙和君君盗人注意的是 在大坑的四周还有着另外三个洞口 分别通向不同的地方 并且每个洞口所一散出来的气息 都不比这个狮王路 同样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 还记得外面那些大殿吗 老龙面露思索 与君君盗人彼此传音 每个大殿中恐怕都养着类似狮王的存在 而且这些大殿在地下应该是相连的 君君盗人一脸崇拜 龙前辈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他现在对老龙是心服口服 不愧为狗神 做事情确实够稳 老龙则是淡然道 把那个令牌拿出来 看看哪个洞有反应 我们就去哪个洞 两人鬼鬼祟祟的挨个洞穴试探 有着老龙提供的脸稀数 倒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当他们靠近第二个洞口之时 令牌果然开始震动 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当即便悄无声息地前了进去 这个洞穴依旧是朝着地下 随着不断前行 死记的气息更加浓烈 星红的湿气充斥着整个通道 形成惊天压力 老龙和君君盗人同时平住呼吸 无比凝重地向前走着 当来到通道的尽头时 两人都是瞳孔猛的一缩露出震惊之色 这通道的尽头竟是一个无比空旷的大厅 而在大厅的中央位置同样也绑着一个僵尸 他赤发白瞳 身躯高大 青色的肌肉如山岳一般 周身被铁链捆绑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君君盗人双腿发软瞪大着眼睛 口水卡在喉咙都不敢下咽 生怕惊动到这位恐怖的存在 天道尽的僵尸 这结界到底是何人所创 居然能够创造出这等只斜置墙的存在 若非有着令牌之意 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这处隐藏的结界 这其中恐怕藏着天大的秘密 老龙指了指四周这才发现 除了他们所在的这个地 周围的墙壁上居然还有六个洞穴 除此之外 在那僵尸的身侧还有一条通道 应该是通往地下 若是继续递增 那下面的得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哗哗哗 却在这时 四周的洞穴突然传出两道刺耳的声响 紧接着就见两头体型硕大的妖兽 掉落在了大厅中央